由于近日北北基疑今年出现本土确诊案例 疫情快速升温 为了分散报税人流以避免群聚感染 财政部方面立即宣布比照去年将纳税期限 从原本的5月底延长到6月底 疫情持续升温 那疫情指挥中心而表示说 疫情可能会升级到第三期警戒 那所以虽然今年有提供一些手机报税 以及那个行动电话认证 那考量到民众 在去年大概都会在报税截止日前才来报税 那所以财政部在今天有公布 就是说我们报税期间延长一个月 也就是到6月30号 为了提供民众更方便的缴税途径 财政部今年也首度开放手机报税 获得不错的回响 以金融分局方面来说 到5月12号为止 已经有11,790件才网络申报 其中透过行动电话认证 以手机报税件数有4078件 占网络申报件数比例高达34.58% 108年的申报户 金融分局的件数大概大概4万9千多件 那解释到昨天的网络申报 大概1万1千多件 那其中那个手机报税 以及行动电话认证的那个件数 大概有4700多件 也就是占网络申报的比例 大概高达34.58% 那可见民众对这个手机报税 以及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 接受度很高 另外国税局方面也提醒民众 由于先前缴税单的期限是到5月底 如果民众要持缴税单到便利超商 以现金缴税 就必须在5月底前完成 过期就只能到银行缴纳 至于采用网络申报信用卡缴税 则不受影响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道